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俩换个地方 如酒你怎么回事啊 是让你在哪儿埋伏 你就在哪儿埋伏嘛 这自己都是要指挥别人的人了 先不听指挥 什么指挥不指挥的 我伍中意的也配指挥我呀 就你这还看不上伍中意的 给人家提鞋你都不配 莲花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怎么向着歪着呢 人家就是比你强 还不服气 莲花 你是不是看上伍中意了 我没 我看着他怎么了 他没老婆我没嫁人 我还不能看着他 莲花我可告诉你 那伍中意不是什么好东西 行了行了 我天天跟着他们 他是不是好人 我逼你清楚 你清楚什么呀 那伍中意跟你姐俩人 谁姐 谁姐 李清九 行行行 李清九 那伍中意跟你李清九 一直不清不楚的 现在又来勾当你 你说他能是什么好东西 给我滚 这好好说着你怎么要齐了呢 柳如姐 我告诉你 你的意思我不是不知道 但你这辈子都别笑 你这话 吴中意是有点花花肠子 但也比你强千倍万倍 你这么爱搬弄是非 连个爷们儿都不算 把你这话说的呀 我怎么了 你要真是个爷们儿 就干点爷们儿的事让我瞧瞧 别跟个长舍服侍的 行了行了 滚不滚哪 不管动手了啊 烦身 老师长 你 你早回来了呢 不该问你别问 我 怎么开除 巡逻车过来了 鬼子寻到车来了 鬼子寻到车来了 点炸药 不是 柳先生 这哪是点炸药的时候呀 这要是下班 那鬼子不全部惊动吗 那鬼子不全部惊动吗 听我的还是听八路的 这先 听我的现在就去把炸药给我点了 刘先生 这现在正打仗呢 你哪能点炸药啊 既然是打仗 就真刀真枪 让鬼子干一场 这头头摸摸的伎俩 怎么回事 这么多鬼子呢 这真刀真枪 那不是送死吗 送不 老师 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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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去啊 这 这 这怎么 就跟大家去说说 要忙过去 快 狗日子 这谁呀 这么沉不住气 提前给炸了 这谁呀 谁先给点了呀 希望他杀不住车 这样不把他炸药 还能起点作用 不好 不好 鬼子提前刹车了 看见速度 是到不了三湖那边了 所有人 手榴弹 往军列里边扔 冲啊 立场 暴露 暴露 看来他停不到我们的位置上了 冲 车 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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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点的火 声音从你们这儿先响的 谁这么干的 大小姐 这不是我们 是柳先生 大小姐 是柳先生 我们拦他 没拦住 柳如酒 王八蛋 他们出来 大小姐 他肯定跑了 这柳如酒往日里挺稳重的 他还提前点火呢 他紧张了 什么紧张 分明是叛徒 咱们今天差点死在他手上 胡大哥 对不起 我知道他就是想搅黄你的事 你放心 我肯定给你个交代 我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今天这个结果也不算太坏 小日本要进攻根据地 肯定是进行不了了 县城里的小日本 还要赶过来支援 我们正好趁机去救小四川 啊 着意 我给你 剩 aqui 湖三 拍就会 有差可能 我给我进入 你是河 novel니 属下擅作主张了 齐队军 你做得对 八路军在鲁南地区 特别是在暴徒宫一带 神处鬼没 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阁下 只是目前驻守金极镇的 只有两个小队 属下担心 八路 你别担心 大本营派来的援军 马上就要到了 等大部队一到 我们就启用新的战术 是 请不吝点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军力被炸了 好 你再说一遍 爹 姑娘 大功告成了 怎么进来这是 刘如九呢 找他干什么 这个王八蛋坏了事 我们差点全死在他手里了 怎么回事啊 吴中医呢 刘如九这孙子 等于是给鬼子提前报了信了 这要不是运气好 我们还都回不来了呢 哎 莲花 那这事 这事我真不知道 我知道 这事跟您没关系 柳如九是我养大的 我管教无方啊 莲花 告诉吴中医 这件事 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明天我马上吩咐下去 找到柳如九 加法处置 对不起 阁下 这都是我一系列计划事务 一切责罚 由我一人承担 由你一个人承担 前代军 你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吧 在我们房区内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连我 也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 对不起 发生这样的惨案 我前天愿意 以死谢罪 对不起 没用 现在你我死不重要 我们还是安安静静地 等着帝国对我们的责罚吧 明天一早 把那个八路的俘虏当中处决 我说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呀 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呀 行行是明天一早吗 黄军 鬼子说了 天一亮就拉到城门口公开枪决 然后再报时城门三天 以示警告他 还有五个小时 站住 你们干什么呢 押送人犯 有通知症吗 拔嘎 我们是你们找来的援军 我们在铁路上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 我们的长官在伏金中阵亡 怎么 还让我们的长官过来开手去吗 我们在铁路上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 对不起 这个人是我们抓获的 先关在你们这儿 等小泉司令官回来了再审问 走 快去 快去 看起来 您 您队是 押送人犯 不过这牢房里已经关了人了 是个八路 这个也是个八路 八路和八路关在一块 开门 是是是 对对对 队长 队长 你们你们找来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开门 队长 跪下 我请小天家来警务 我保罗爷死 好嘞恨 警爷 警爷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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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汉奸也是不得已啊 爷 爷 我也是中国人啊 行了 都是中国人 赶快撤 队长 门口那几个鬼子只是摆设 其实里边都是一些伪军 已经被兄弟们控制住了 还有 您要的两套鬼子服务 已经准备好了 抓紧时间 趁鬼子没发现之前 换上一副赶快车 走 那你 八路的俘虏被劫走了 看来是有人走路的风声 前天阁下 八路的胆子也太大了 不是我替我自己辩解 你也看见了 那昨天一整天 我不是跟阁下在一起吗 另外 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接近那个土八路啊 你还没有发现你 我认识 那我相信 去 你是不是把他发现了 我帮我估计的 我只是想 那前天阁下的英明决策 一定会振奋人心 那说不准谁一高兴 就说走漏了嘴呢 所以 好了 这件事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现在调集你的手下 去各处搜查 拔路俘虏的下落 你请点 你请点 你忍着点吗 马上就好了 你都晓得哈 我一过头往前冲啊 我就发现旁边的队都独宰了 我想不这事的 你们都撤了 那我就来掩护是不是 我就要的 你你你轻点 我就拿到那个枪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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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的 嘶 蹦 车砸 旁边啊 吃了那么多的日本鬼子 我想 这样的话 那我肯定是抗日英雄了是 是不是啊 你这 轻点 轻点 后来呢 又来了好多这么回事 我不是得只添添添添添添 所有添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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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 是不是 我咋卖来 我想 那我就全大交替 那我刚想添添添添添的时候 我就不晓得被啥子东西打云闹 嗯 来了 小四川 你可太厉害了 你等着啊 去吧 你爹藏起来的糖 偷出来给你吃 有的 小四川 好样的 真的呀 你们不是都送过帕斯的吗 以前帕 现在是好样的 你给鬼子传递的假情报 我们炸了一辆鬼子的军令 有敌之计 有敌之计 这就是你的有敌之计 前帝君 我对你很失望啊 对不起 哥俠 对不起 有什么用 我对你觊觎这么高的厚望 你竟多少次让我失望了 什么下功能 属下确实没有料到 每次你都没有预料到 还说 等你领兵走了 巴陆会程序攻击 正好落入援军的圈套 没想到 巴陆炸了我们的军列 还回头 大油大摆地袭击了我们的监狱 前帝君 我非常怀疑你的能力啊 等一下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而是我们没有机会了 秦内军 我们从祖国出发 征战至今 总会有这一天的 我们 就当着欺负吧 那我真的就是抗氏英雄了吧 那当然是吧 行了 别吹了 腰里别个死耗子 你冒虫打猎 这次算你小子命大 还好没再给咱们国军丢脸 要不老子飞毙了你不可 居然说你这说啥子 你也是睁到眼睛说瞎话说 我腰里别了死耗子的嘛 我刚说的大家都听到去了 我这次没当逃兵 咋做了 我现在啊 实在是个鬼 给八路军争光 行了 大少爷 你就别逗他了 清九 小四川的伤怎么样 不碍事儿吧 没什么大事 都是皮外伤 小四川 没有了你做化物员 我们就少了一双耳朵 以后这个担子 你还得挑起来 部队长 我不能制作化物员 我要上线上 我打死更多的资本鬼子 鬼子也打 化物员也中 行不行 那太好了 我要提供给你讲保证 那太好了 你都不干嘛 这个那个 那喝酒 arche都不干嘛 你都不干嘛 那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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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喝酒 那喝酒 到镇上给你买的 拿着吃两块还不成呀 你算了吧 俺还不是倒个泥呀 你舍得仔细吃 肯定是拿给吴忠义去吃 不是 俺拿给小四川的 小四川 人家孩子刚捡回来一条命 还不得拿点好吃的 给他压压惊啊 也是个酷明了娃娃 行吧 行吧 那去给他吃吧 回头到镇上 俺都给你买去 等等 等等 那你再留两个 这些 够小四川吃了 太天 吃多了呀 猴来晃 这个 小五川 太天 老大的 镇子 老大 喝 能喝 没有 ен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人哪 怎么不见了 去前面看看 走 你们两个跟着我干什么 大龙娘子要找你回去 兄弟们一场 我也不为难你们 说 大当家的找我回去干什么 大 大当家的说要干嘛处置你 大当家的真这么说 这些霸露雷 高高壮了 大当家的还替他们出来找你 我没跟着你也是想 想知会你医生 刘先生 回是回不去了 命楼出路吧 是啊 刘先生 看来我是黄鼠狼掉进鸡窝 不投也是投了 你们走吧 刘先生 滚 好 很好 既然你们不仁 休怪我不一 忙完了 小四川的伤口我都处理好了 没什么大碍 在田家休养几天就好了 其他的伤员我也进行了处理 好 军列和节鱼两件事情以后 鬼子现在还很乱 我正琢磨着 趁机 再狠狠地干他们一家伙 还有铁边那边 也要加强联系 上次我去矿区他告诉我 日本人现在和他走得很近 甚至还有鬼子的高级官员 把他称作是皇军最好的朋友 小鬼子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靠着他稳定矿区 继续霸占鲁南的矿产资源 铁边答应他们提高煤炭产量 对了 铁边还跟我说 鬼子最近要派一个叫 功臣一雄的人的矿区区 功臣一雄是什么人啊 他表面的身份是 矿业诸事会社的商人 铁边说等他到了 再摸摸这个人的底 铁边这么精明 要是功臣英雄真的有什么问题 他一定能察觉出来 清晓 有你这个参谋在 我感觉轻松多了 那现在 是不是不急着赶我回根据地了 没赶你回根据地 你跟着我们在一起 太危险了 你这 又是在关心我吗 你这个军医 同志们都需要你 我不能让你有一点闪失 这是因为这样啊 这重逢打仗啊 是男人的事 女人不需要冲在前面 吴忠义 您就那么讨厌我跟着你吗 别冤枉我 我这是 我这是 我知道 你会说这都是为了顾全大局 为了抗日需要是吧 吴忠义 你是不是就为了打鬼子 这一件事活着呀 我是不是就为了打鬼子 这一件事活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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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下 大本你们的意思是 你 和我 还有一次机会 什么 还有一次机会 大本营来电 牧村吕 牧村少佐 将路过我们的防区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保护他的安全 牧村吕 那位军事天才 在皇军内部 被称为打赢街场战争秘密武器的 牧村少佐吗 他曾经利用 自己接触他的资料 拼凑出了 中国战局未来的全貌 这是一位天才 大本营 根据他的建议 还取得了不少的胜利 齐队军 做好准备 放下手中的军务 保护好牧村少佐 并且 向他介绍我们防区的情况 希望他能够做出指导 你再也不能让我失望了 我们也再不能让大本营失望了 属下明白 老李啊 吴忠毅他们 干得是相当的不错 是啊 这小子炸了鬼子的军链 鬼子伤亡很大 一千多精锐的日军哪 要是他们来进攻我们新的根据地 咱们都得伤脑筋 没想到这小子 带着几十号人 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还有矿区暴动 对鬼子的战略资源储备 打击很大 是 真是神通广大的孙猴子 你想想 要不是他 咱们根据地 哪有现在这安宁 报告旅长 波海来电 牧村旅 原来是这个人 听说是个军事天才呢 鬼子分身实录 对整个暴动库的根据地 撒荡 就是出自这个人的建议 他这次来 肯定是要布置 针对我们的战略 波海同志 在华北司令部 紧藏得十分隐秘 如果不是重要的情报 他是不会向我们 直接传递的 你怎么看老高 既然来了 这个人 绝对不能留 发电报给伍中义 让他想办法杀了他 这个任务 可难得很 这个牧村旅既然来了 就绝不能让他走 要不惜一切代价 让他向阎王报到 启动渤海的秘密联络战 让我中义 能在第一时间 获得渤海 传送出来的情报 好的 不惜一切代价 刺杀牧村里 队长 不就杀鬼子吗 一千多鬼子 咱说干不也干了吗 还怕这一个 这次不一样 咋不一样 那次我们是出气不易 攻气不备 鬼子对这个牧村旅重视得很 肯定会派兵二十四小时保护他 这鬼子这么金贵 鬼子的军事天才 号称打赢这场战役的秘密武器 你说金贵不金贵 难看咱们队长就比他强 你们队长 小打小闹 偷鸡摸狗还行 你不就会说几句鬼子话吗 有啥了不起的 就是 武中义就是比你强 要不我们怎么都听他的 不听你的 你看小四川还是你的兵呢 他都不听你的 对吧 你咋个说话 刘 我们驴练长 来是非常不丑的 是不是 只不过有点是刮兮兮的 不知道我是你 不爱跟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人说话 忠义 鬼子对这个牧村虽然保护得很严密 但总不能一直让大部队跟着他吧 只要我们想办法调开他们的主力部队 我们就有机会拿下 是啊 要是领手不够就问我爹要 反正他现在跟鬼子打得火热 鬼子不会怀疑他的 那个柳如酒找到了没有 还没有 柳如酒音讯全无 他会不会向鬼子告密 不会 柳如酒好歹也是我爹养大的 他要真向鬼子告了密 鬼子还能对我爹那么客气啊 密电里面写的是 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刺杀任务 还是找铁边吧 我去找他跟他说 好像就你是宝贝闺女似的 连生爹都不恳请 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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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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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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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赢得多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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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灯家大 今非昔比啊 五兄弟 我知道 你是相信我的 我绝不会跟小鬼的尿一个裤裆里的 你不是说陈祖寿打入鬼的内部了吗 我也打入鬼的内部了 但是我可不像他 他是小鬼子的一条狗 小鬼子派来那个攻城一雄 我俩现在关系非常好 也可以说 我现在是小鬼子最好的中国朋友 你说有了这一层关系 那打起小鬼子来 那就方便多了 陈祖寿啊 是身在曹营 兴不知道在不在汉 铁道当家的你跟他不一样 你是不管身在哪儿 心都在汉 你看 兄弟啊 你是真了解我呀 我别的不敢说 咱就比这爱国心嘛 我比陈祖寿强多了 是是是 这个我们武功队都知道 好 所以我这次 又来找铁道当家的帮忙了 说吧 什么事 我们要刺杀鬼子的一个重要人物 我 我着地儿说话了 你说 要多少人吧 这次很可能是一场硬仗 说不定 要进攻鬼子的司令部 哎呀 这可不行啊 你要说打小鬼子那我没二话 那你要说进攻鬼子司令部 你 这哪是去打仗啊 这明明是去送死啊 这可不行啊 兄弟啊 铁道当家的 你看我武中义 像是拉着兄弟去送死的人吗 那倒不是 那 那你说说看 你是 怎么个计划呀 我只是有一个初步的计划 需要铁道当家的 帮我出一只几十人的精病 这几十人 你知道 我 你不是要我认爹吗 我爹应该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 不是凡事计较得失 只想着自己捞好处的土匪和矿主 那你认我了 我只认抗日英雄的爹 你连我就是抗日英雄啊 我抗日多少回了 吴队长 精兵咱们有 只要你需要 我铁边七字带队 给你打小鬼吧 还要做旗袍 喂 联络点是家裁缝部 可以做旗袍 清久 我需要你配合我 我们假扮成夫妻一起去 周震是敌战区 一定要提高警惕 吴翔 你们八路军怎么打仗还能来这一套啊 这都什么呀 两口子是能随便假扮的吗 两口子那是拜过天气磕过头的 老天爷都在上面看着呢 你俩这样的啊 没拜堂就装夫妻俩 不吉列 不行 不能去 铁姑娘 我们八路军不相信这些 这都是为了工作需要 那我也能办啊 要去就我去 我去最合适 吴大哥 你让我去呗 我装你老婆 我肯定想 我看行 吕修文你怎么又来了 能不能不添乱 吕修文说得没错 吴大哥 你就让我去嘛 我保证 保证会完成任务的 莲华 周震认识你的人多 都知道你是铁矿主的女儿 你去不合适 轮到我就不合适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吴中医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胡乱打主意 他再怎么说 他都是铁家的人了 他去哪儿 现在得铁家人同意 我代表铁家人 我不同意 我代表铁家人 铁莲华 你这都哪个哪儿啊 我们是在开会 是在工作 你要是再胡乱打仗 就出去 好吗 好吗 不说话都行了吧 好 二 二 三 加油 十二 二 二 三 一 四 二 三 二 二 三 二位 来了 有什么需要 这样 我太太要回娘家 我先给她做两盏旗袍 先生太太 您先看看布料 我们这里 都是上海来的好布料 料子就不用看了 我听说你们这位海师傅 旗袍做得特别好 海师傅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这是娘家的事 海师傅总得露个面吧 帮帮忙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以前订好的布料 我去看 先生 您里面请 好 那你在这儿看着 太太 有挑好的料子吗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样子 好 我看看这个 我叫吴忠义 我叫吴忠义 我叫吴公队队长 兄弟 我知道你 辛苦了 看我这行的 隐姓卖明贯了 名字我就不说了 明白 我把经络交给你 请坐 你先看我 听 等等 记在这里 这里的东西 都不可以拿出去 好 我这边 坐 她 是 你看看我们呢 你必须要得知 你说 我都这样 你直接 这样 这是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你哪 好看吗 无人能阻挡 生起昨日的惆怅 穿上忠心的军装 望向远方 战火滚烫 绝不能退让 一生终收获 铁狂暴的老 胜利是唯一方向 无前方 有多少风浪 募灭我的信仰 一生遍遍遍到故乡 奈何柴狼大城上 旁边缺别 欢欧多愿 赵家圆风雪 一生风霜黄铁光满的老 胜利是无违离方向 无故前方 无故前方 有多少风浪 遍遍遍到故乱 遍遍到故乱 有多少风浪 遍遍到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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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到故乱 遍到故乱 遍到故乱